由于这一两年来 气候的异常 很多农民收成大受影响 许多农民经由农业转型 将草莓高价化 或改种牛奶蜜枣 有着很大的收益 转型后农药用量也接着减少许多 许多传统栽种方式的草莓农也说出 因为天气暖化温度不够冷的原因 让全省的草莓产量大受影响 许多草莓农都因天气影响 一年下来的努力都血本无归 天气暖化所以草莓产量降低 颗粒也变小 它本身开花没有办法接续得上 断花就对了 一起一起的花没有接得上 所以全省性也是果量大减 还有就是去年 去年的夏天的时候 天气太热 异常 不是说下很多鱼 它就是异常 然后一阵风来草莓苗就死了 所以草莓苗全省性都不够 不够的情况下 它定值下去的草莓苗不够嘛 那这样产出来的产量也是不够的 今年跟去年 大部分的草莓农 很多人都可能连本钱都捞不回来 所以白做工了啦 国庆香草莓有吃过的人都知道 品质是非常的好 这都是国庆香拥有很好的天然环境 日夜温差大造就了这个地方 生产的草莓口感绝佳 梅农也表示 虽然气候的异常 严重破坏了今年草莓生产状况 不过对农民来说 县府在协助行销工作 反而让他们比较在乎 纵然这里生产再多好的草莓 没有打开知名度 等于收入也无法提升 我觉得地方政府 县政府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范本 就像苗栗县政府 不管他们哪一季 有什么特色 都上电视广告 这个大肆宣传下去 本地的他的农民 子民才有丰富的收成 对不对 有人来才会有一些消费 有消费地方政府才会有一些税收 这个对农民也好 对县政府也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 南投县政府 我觉得一直以来 都没有在大肆宣传 我们本地的特色 像草莓季的时候 他也都没有宣传过 咖啡啦 什么 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要 每一个乡镇他都 其实南投县政府 有很多的特色 每个乡镇有他不同的特色 应该好好针对这一点来做宣传 这个是南投县政府的优势 可是我觉得他们 目前有在进步 可是还是 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广告很需要 国性的水果不只是草莓 它就是日夜温差大 温差大的话 果实都会比较好吃 它有它的特色 跟其他地方的水果不一样 你越热的地方 它就越小 越冷的地方会越大 可是国性 它纬度并没有很高 可是它日夜温差大 那个风味就是特别的好 议员邱美玲表示 虽然国道6号一下国性交流道 就能看见整片的草莓园 但是大家都还是比较熟悉大湖草莓 不知道国性也有生产草莓 议员也希望 地方与农业处能多多帮忙行销 让国性草莓被更多人知道 虽然国性草莓产量少大湖草莓一些 但也希望工部门能帮忙推广 让更多游客来到国性 让更多游客知道 国性乡也有产草莓 那因为天后的关系 我们的草莓今年 就是产值比较差一点 就是草莓的那个比较小一点 因为它可能是天后没有说 日夜温差的很大 造成它的那个生长 就是没有那么理想 那在我们国性乡的草莓 其实已经推行了很多年 那在我们福归村 就是一下那个国六交流道下来 就一大片的草莓园 那不管是路边 还是在比较内区的那个田园 都是有种植草莓 可是在我们就是在地方 包括我们农业处这边 可能都忘了帮我们新香 所以大家只知道是大湖有草莓 可是并不知道说国性乡的草莓 其实它的产量虽然是比大湖少一点 可是它的品质不输大湖 那我也希望说在就是我们的农业处这边 能够多多的关心我们国性的草莓 那因为它是一个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 那农民很辛苦 那也需要说在行销方面 我们这边工部门单位 真的是需要去帮他们推广 那也希望说天后的影响 他们可以接受 可是问题是工部门这边帮忙他们行销 应该要加进脚步帮我们推动 让他们就算产值少了一点 可是至少更多的游客知道说 国性乡产草莓 议员邱美林也期盼县长在拼观光的同时 也能关心地方产业 与观光息息相关的就是产业 议员也希望观光在推动的同时 也要将产业给推动出去 国性乡有着许多高经济价值的水果 得天独厚天然的资源 比其他产地的品质更加优美 尤其是蜜藻在这几年总是光不应求 成为年节最佳的伴手礼 农业的产业大县 那目前我们县长是在推观光 希望说我们是观光大县 那其实观光它息息相关的就是产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观光推动的同时 我们的产业也要推动出去 那像我们国性乡这边有很多很多高经济价值的水果 都是相当不错 因为独厚的天然资源 然后形成我们的水果 都是比其他产地都还要来的好吃 那尤其是像我们的蜜藻 虽然蜜藻我们大家知道都是在南部 南部那边所产的蜜藻 可是不知道说在我们南投县国性乡这边 也有好吃的蜜藻 那目前我知道在我们福贵村这边 有相当的多的藻农 他们在十几年来一直在努力的研发种植 那它的蜜藻的产值 它的品质都比我们燕草那边的蜜藻 那个品质都来得好 那也希望说在我们农业处这边 也能够积极的来帮忙推广 因为在县长他很重视这个观光大县 那这个产业的部分我们要一并的推广出去 让所有的人知道说来到南投要观光之外 还有很特别的产业可以购买回去当伴手里 那希望说在农业处这边能够加把劲 不要县长他对于观光推得很卖力 可是产业的部分却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在推广 那这样子真的是让农民在我们南投县的县民 感受不到县长的努力 那也希望说农业处这边加把劲 能够把我们全国 就是我们在南投县各地的农特产品 能够努力的推行 长农表示早期他们也是种植草莓 为了想要提高产值 开始转型种植蜜藻 当然过程当中试了很多不同管理方式 而在成功种植后 现在只要移到生产季节 销售状况总是供不应求 我们国庆乡的蜜藻是吃起来 因为我有叫那个牛奶 它吃起来是脆然后皮薄然后豆漬 上初一开始我种只有种一分地而已 它的每年都卖不够 这块地本来是种草莓的 所以每年都卖不够 我就全部在把它种 我们这边的气候比较冷的 比较适合种枣植 枣植它喜欢冷的 冷的吃起来是皮薄 又脆甜度又高 客人来采这次是比外面都好吃 又比南部都好吃 国庆乡特成农产像是枇杷 蜜藻咖啡豆草莓等等 有味草莓农 将传统在土地种植的草莓 成功转型高价化 议员秋美玲说 高价草莓生产状况 比较不受气候异常影响 草莓也都种植在盆栽之中 并自放高价上 对来访游客来说 不用弯腰采草莓 确实是相当方便的 在日前在FV的脸书上就有看到我们这个农友 他po上去说他的高价草莓 那觉得很稀奇 那也有透过他的介绍 知道他这个高价草莓 对于农药的喷洒也会少了点 那更让我们觉得好奇的是 因为他原本不是从事这个草莓农业 他是等于是原本从事的职业 他觉得他到了这个年纪想要退休 那他想要转做换做这个草莓的经营 那我们也看到他的成果相当的不错 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草莓在这个高价上 他的虫害真的会比较少 那这样子他的吃洒的农药比例相对的就会减少 那我们民众要吃也相对绝对的是安全 所以刚刚我踩了一下 我也现场就拿来 没有冲洗一下我就拿来试吃 他的味道相当的甜美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埔里地区的气候 相当的适合种植草莓 其实包括埔里然后我们国姓 都一样都是他的气候 因为日夜温差有点大 那真的是适合种植这个草莓 那也希望说经过我们这个农友 他的推广 一些农友可以互相的切磋 然后把我们的草莓产业 能够提升他的品质 让更多的人品尝这个美味的草莓 我想这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日前我曾经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 那我们也去有做一个就是 就是去采草莓的DIY 那个踏青的活动 那我们当下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觉得很惊奇 那一直想说那这个 这种记忆是不是说可以传到我们台湾来 那我知道大虎已经有陆续的在推这个高价草莓 所以我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 这个农友他的成功的案例 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种草莓的农友说 这个高价草莓它种植它的产量不会减少 而且农药可以减少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试着来推广这个 这个高价草莓 虽然气候异常导致国性草莓产量大减 但有一名草莓农舍去过去 冠行做法 成功转型利用高价方式种植 并也减少土地超限利用 而且病虫害降低 施药的几率变少 成为无毒草莓园 重视生态保育 获得许多回想与支持 其实我来这边做这个高价草莓 我在国性的地方 我已经种了六年的地上的 就是我们通称惯性 惯性农法的这个草莓 那我发觉土地的超限利用 会越来越造成操作上的困难 那刚好在三年前我来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错 那我就尝试着高价草莓的种植 那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效果很好 其实种起来的效果不比 惯性农法地面上的差 而且它病虫害少 农药使用量更少 我这边是做到无毒 我没有申请有机 我是做到无毒的状态 就是第一期花结果之后 我就不使用农药了 那在这个病虫害的防治上头 用有机的防治方法来操作它 我达到无毒的这个状态 我尝试过用这个各种方法去跟它调节 包括用遮阳网 遮阳网一般都是平面的遮阳 就是把阳光隔绝掉 那我用的方法是用百叶窗的原理 是指的 就是减少它太阳光照射的时间 早上照得慢 中午的时间照一下子 下午太阳过去了 又照得时间短 用这个来调节它的温度 是 用这样子调节 我发觉不错 它的效果可以达到出来 那如果再更精进一点 包括今年我所有的设施都已经改进了 包括造物跟电风扇的降温 我都有准备好了 我也在尝试这方面 能够把草莓的残忌往前 包括往后 副一长潘一泉 呼吁县府团队 在平观光的同时 别忘了产业推广也是非常重要 呼吁全责单位 要多关心县内农民状况 其中行销工作 一定要有所作为 并也希望能够广为宣传 让农民能透过转型 产值提高 民意新闻黄玉怀王国恩 专题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